好,谢谢殷老师的点评与分享,这样我把大家刚刚提了一些问题,把它share一下。 这个是陈璐,你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了吧。 好的,那个波老师,我就,我刚刚文字回答了一些问题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位老师问的说,这个数值一,我们说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是说这个一就是百分之一百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给的,我们挑了一些数据,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我们进行了一千次蒙特卡罗模拟,然后呢一千次这个蒙特卡罗模拟中,它都是拒绝原假设的。 那么拒绝原假设,我们反过来就是接受贝则假设,那么接受贝则假设呢,也就是说,它有百分之一百的相较于其他的这个,空间上的这种公共场所,它成为,这个,请注意了,这里面有个相较啊, 这一个有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说我们是在,比如说,我之前就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说,这其实有点像这个亲子的鉴定啊,我们假设没有这个,没有这个DNA技术的时候,我光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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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长的相似度,这个脸的相似度,来看是不是父子关系。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定是不是有父子关系呢?那我们说,比如说我得,我得再去找,这比如说这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这个脸的这个相似度, 他们俩之间有一个相似度,对吧?那么这个相似度假设是十。那么我们说,怎么说,判断他们之间是不是一定相似呢?我们说要去看这个,要到路上面去找路人,我再找一千个这个,跟他父亲年纪相仿,就是各方面,我控制他的各方面要素,我再挑一千个这个,这个成年,成年这个男子,跟他进行计算,计算他跟这个儿子之间的这个面部相似性。 那么如果这一千个都跟他不像,就是说我们这个,这就是用沃尔斯坦距离可以度量出来的,就是说他是超过十,那么我们可以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概率,就一千次里面每一次模拟出来,都是比他们更不像,是吧?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相似的这种概率,就是相较于这一千个路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路人是谁呢?路人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点,而这个随机挑选出来的点的抽样总体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空间上我们看到的,我们要研究的所有的公共场所。 就是我们所有的公共场所,我们的经纬度数据全部拿到,就是我们用那个POI去得到了所有的经纬度场所。 那么我们用所有的经纬度场所去,去抽取,抽取这个同等规模的,比如说这边有一百所学校。 那么一百所学校在空间上是有个分布的,那么这个空间上又有这个所有的这个场所,又有所有的公共场所里面我们去抽一百个位置。 那么我们看看这一百所学校是不是比这些随机抽取出来的这些样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近。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后面等我们的文章出来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另外他说我们的数据,其实我们的数据,说老实讲,老实话,我们这个数据并不是特别的严谨。 POI的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这个病例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例的数据现在都是相对来说是属于国家机密了。 我们之前是获得了一个二月份,就是说武汉二月份的大概一个月份之间大概是50%吧。 我们算了一下就是跟实际的统计出来的这样一个发病的这个病例大概是50%的这个病例数。 但是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法。 我之前在汇报的时候也说了,如果说我们有非常精确的数据,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到非常精确的结论,可靠的结论。 因为我们从方法的这个考虑,我们从这一系列文献的解读上面来看,我们方法上应该是不存在显著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方法应该是比较能够准确地衡量出这个问题。 啊。